那為什麼會發骨牙級警報 是因為位置是在很遠的地方 已經超出我們氣象局的監測網 觀測網之外了 那在觀測網之外的話 我們的監測能力其實是有落差的 那我們的自動 骨牙級警報的那個自動監測的系統 它是透過系統自動的去抓取資料 然後就直接判斷要不要發布骨牙級警報 那這樣才能夠搶到我們地震預警的時效 那為了要做這個時效 我們勢必要犧牲一些精確度的這邊的問題 那未來的話我們當然希望說 我們可以跟其他國家合作 然後再把一些比較遠的地震站的資料 也把它引到我們的系統裡面來 讓我們的系統再針對比較遠的遠地方的地震 能夠有比較好的監測能力 健康話題平均每42分鐘就有一個人 謝謝 我們可以坐在這一點